啟哮 我們這個航空城的計畫 好像只規劃到財團的利益 沒有規劃到我們學生的教學權利 一國資本其實都是騙人的 對於我們航空城徵收計畫區內的家長來講 真的是很大的恥辱 前幾天的報紙已經有報導了 我們地方的新聞版 我們小教科長指出 我們大員徵收區內 航空城計畫徵收區內無所學校 可以到縣內的任何一個學校就讀 但是它有總量管制 總量管制就變成大家勢必往明星學校跑 那變成我們大員鄉附近自己的弱勢學校會變成更弱勢 但是這弱勢學校的老師已經一年比一年填的調動 一年比一年的人數還多 據今年的數字指出 今年已經有28位老師填調動 去年有各位數字 今年就已經進到二十幾位了 所以這個工作權間接影響到我們學生 舊學收教權的品質 當然學校的校務要推動一定是不會很優質的 所以我們家長我們大家站出來 就是我們拒絕滅校也拒絕滅村 各位將來我們會看到桃園縣 從航空城出來孩子變成什麼流浪學生 情何以堪 這個是政府的無能把孩子當人質 逼大人要做簽家的 破簽的一個手段 這是我們看不下去的 接下來他騙老師 他騙老師說 你們可以趕快調動 如果沒有調動的呢 那我們就用給你戒掉 戒掉是什麼 是一個毒藥 什麼毒藥呢 他說你先去拿別人的聘書 再回來學校教 讓這些家鄉親們以為學校還有老師 可是學校已經沒有老師了 而這些老師是拿別人的聘書 而這些聘書在這個學校 未來在退休年次是不算的 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已經泯滅良心 為了成就航空城 為了炒地皮 什麼謊話都說得出來 在這麼重要的開發案裡面 我們沒有看到真正的補償計劃 可見這個計劃是非常粗糙的 我們要求呢 在環保的方面 在失地的部分 我們這個審議委員呢 一定要好好的來審議 把這部分交代清楚 至於民主機制 更是我們認為應該要 能夠尊重的 今天這麼多的自救會成員出來 其實就是因為 從開發案的計劃到現在 他們完全沒有參與的機會 那這不是一個公民社會 應該有的現象 去年剛開始開說明會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跟他反應 然後他都只想說沒問題 沒問題 人口多的地方 我們就公共建設 絕對不會過去 結果今年八月 一下來的時候 我們附近的之前有申請的 就全部在公共區域 他開了一條60米的大道 然後就算你沒有被60米的大道 開過去的話 你也會變成公園 你知道嗎 該設公園的墳墓區 竟然拿來當住後 安置接鍋 你說可不可惡 對不對 我們一直跟他反應說 那明明是墳墓啊 然後他根本說 沒有沒有絕對沒有 可是我阿公的墳墓 我會忘記嗎 不可能嘛 別人的我絕對不會記起來 但是我的我一定記得 你們看得出來 我是一個癌墓的病人嗎 為什麼 因為我要餵我的家園 我還沒有做抗癌症事 我就要來做抗爭 政府機關 癌墓的病友 走的已經先走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還有這個力氣在這裡 站在這裡 捍衛我的家園 捍衛我們的土地 這麼多辛辛苦苦的鄉民 不是只有我 大家都是一樣的 四千七百多公頃的鄉民 政府給我們的這些 調查表 請各位大哥們看一下 個資法案已經過了 他卻這樣子給我們的意見表格來填 誰敢填 他的意見表從哪裡來的 有八成以上七成以上都不敢交耶 他竟然說有九五成的人同意 他竟然說有九五成的人同意 為什麼 人權在哪裡 雖然我是一個癌墓的人 我不能好好的修養 我卻要站出來 站出來 跟鄉民們大家一起捍衛我們的家園 捍衛我們的土地 桃園航空城的計畫 現在我們覺得 他基本上已經問亂了都市計畫的審議 為什麼 原來這是兩個計畫 一個是交通部民航局的 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建設 這個是要建第三跑道的 另外 是有了這個跑道之後 他都要在外面做地皮的炒作 所以有一個縣政府的 桃園航空城附近地區的建設計畫 的區域計畫專區 那這兩個計畫原來是兩個單位推動的 不過我們的營建署呢 在這個愛台十二建設的指導之下 2008年馬英九當選 有這個愛台十二建設 所以他在2010年就量身定做 打造了桃園航空城的區域計畫 那我必須要講 我們本來的區域計畫是北中南東 那當然過去曾經有因為比如說 林口啊 有因為淡海的新市政開發 有這種特定的區域計畫 不過呢 這件事情完全不是因為居住的需求 完全不是因為開發的必要 而只是因為政策的買票 所以就定了一個新定的都市計畫 那所以呢 這件事情我們會覺得說 如果我們每次的都市計畫擴張 都不是因為人口的需要 都不是因為產業的發展 那麼台灣 將陷入這種徵收的豺狼治國 永無寧日 今天要來 全我們的財產 要愛我們的土地 都是他自己去一些公廳會 年後 他就要跟我們做一個土地 第一 不論你的 就是說 一共數年 要跟我們做一個土地 一共五年 就要跟我們拆遷 我問你們土地和安遷的方法 這當時要反 他說一共半年 他說這三四年的中間 你要叫我們怎麼 他說我們政府的補貼 你的助金 他說哪有可能的事情 對不對 這個拆遷的 只有我們那邊的第三拋遷 就三千幾 三四千五 那三千 三四千五的人 你要一個出來 就說 叫我們去做事 我們是要做的 對不對 政府這樣做 不是 擺這些人 變成流離疏守 對不對 還有第二點 就是 他非常做的 他不太知道 我們的經典 可以改善 也不知道 我們的經典 現在本 是奔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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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在家裡 或是在家裡 我們都不知道 他總不表示 希望全國各地 只要你們的家園 被不合理的徵收 大家都要站出來 因為我們這邊 沒有村長 也沒有立法委員 也沒有鄉民代表 只有我們無助的老百姓 站出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是一群可憐的人 但是 我們不要做濫民 我們要我們自己的居住權 我們要我們的生存權 我們今天來這裡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內政部營建署 他必須要傾聽名義 他開這個會議 不可以跟交通部 不可以跟桃園縣政府 以及營建署這三個單位 開一開就要決議了 所以我們再喊一次 專案審查 居民要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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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做政策難民 我們不做政策難民 政府要傾聽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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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只是封唆 沒有好 這是封唆 有一個居民的 是最值得的 是最值得的 允唆